预计3月会在台北沈阳与北京举办婚礼的秦浩和伊能静 交往以来有如连体因吸引不离 也享受将恋情摊在阳光下的乐趣 在北京落地生根的伊能静更像未婚夫喊话 希望能再有个北京小公主 而外表沉稳的秦浩在土耳其的浪漫求婚 不只满足伊能静的少女心 跨年假期还特地从北京飞到台湾和家人一起过节 只要有你陪着我再哭我能承受 台湾媒体直集戴着黑框眼镜的伊能静 和秦浩在台北住家附近漫步 到水果摊采买水果 接着由伊能静掏钱买单 两人全程都没有刻意变装 也不在意路人的目光 完全沉浸在筹备婚宴的喜悦之中 不过在婚礼前夕伊能静却牵扯出是非 她代言的瘦身产品让一名女子使用后 出现不明白斑 对方仪器之下提告索赔45万 伊能静曾在微博表示 已经违请公司律师处理 之后就没有再更新进度 夜市乐讯讯中心特别报导